朝鲜来个一日游 现在到了朝鲜边境旅游综合服务大厅 好嘞 联系上了 然后现在让我添个表 添个表明天进行一日游的 朝鲜一日游的表格 好 现在我添了好了这个表格 那这个朝鲜一日游 它也不需要护照 只把身份证提供给它 就可以了 当天去 当天回 那我拌这个朝鲜一日游呢 收了我790块钱 现在呢是丹东市的这个口岸地区 现在右边一条就是鸭绿江 那左边这一边呢 有好多冷面馆 还有卖朝鲜商品 我来逛一下 来看看这里都是什么 这是朝鲜啤酒吗 最大的也是朝鲜啤酒啊 韩国啤酒 这是韩国的 塑料品啊 今天 还有这家鲜 真想整点 我先看一下 想整点 这是白酒 这是白酒 这是哪里产的呢 这是咱们当地酒 当地抗美援朝酒 哇 挺漂亮这瓶子 还有这种酒 是雷炭酒 抗美援朝 这都是当地做的 这有情怀啊 这个酒啊 好有情怀 情怀酒这种 哇 这身做的好精致啊 这民族服装 朝鲜民族服装 现在来到集合地点了 然后手机存在那里了 手机不给带过去 那里可以存手机 十块钱一次 看看这个院子里 都是等一下进行韩国游的 这些不好看的地方 这些有建筑的就好看的地方 大家多多地拍 如果回来以后就是 朝鲜解采相机 发现你拍的那些不好的地方 他们也会把你这个照片删除了 然后再一个就是 行车的时候不要拍 就是开车 车动了就不要拍照了 下车再拍 然后第二个是不能带过去的东西啊 除了这个照相机 所有的电子男朋友都不能带 什么手机 ipad 笔记本 电脑 摄像镜 望远镜 优盘 优盘 优盾 都不能带 一些朝鲜领导人的外号 什么什么 pah 就不要跟他们说了啊 这个要注意 他们特别爱戴他们的领导人 然后第四点 就是这个不能丢的一个问题 咱们下午呢 会有一场幼儿园表演 就刚刚这大姨啊 卖这个千米橡皮 这些有人买吗 就可以买过来 然后赠送给他们这个小朋友的 赠送的时候呢 不要丢给他们 他们不赢 他们会认为这是对他们的一种不尊重 就直接递给他们 现在买一包铅笔 一盒彩笔 一盘小掐子 给朝鲜的小朋友带过去 现在出发了